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皇帝也会有所偏好 而有一位妃子 年过半百时 牌子还被翻得掉漆 她就是德妃 德妃原本是个小宫女 因美得太过分 就被皇帝宠信了 诞下了四二个 而她也被封为德平 后来 她相继生下了五个子女 而最后养大的只有三个 最初的四二个 十四二个 还有九公主 四二个就是后来的雍正 她身性孤僻 而十四二个活泼开朗 德妃非常偏爱十四二个 对四二个则不闻不问 雍正继位后封德妃为太后 可她拒绝了太后之位 她说她没想到四二个能做皇帝 她想十四二个做皇帝 她对十四二个的偏爱 引起了儿子雍正的厌恶 雍正开始明目张胆地 欺负自己的十四弟 还不许她们见面 如果你是雍正 面对自己母亲的偏心 你会怎么做 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